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灭》 作者二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814集 黄龙来临 大头童子体内的仙缘呢,在其运转的刹那 居然立刻从体内散出,迅速的消散 这种消散的速度之快,远远超过了大头童子的想象 他的仙术尚未施展,便立刻全身仙力大范围流逝 这一幕让他几乎魂飞魄散 眼看那干尸临近,汪林眼中寒光一闪 踏出一步,右手虚空一样,体内原力直接涌现 一拍之下,但听轰的一声啊 虚空中有波纹回荡 那干尸的身子被生生的震退竖掌 塔山更是如闪电般冲出 右手握拳一击之下 在其拳头上出现了符文印记 那干尸一看到这符文啊 立刻神色露出恭敬 迅速后退 好似不敢与塔山交手 云雀子一直盯着眼前的一幕幕 脑中在刹那间如闪电划过 确实立刻想起了很久之前听到的一个传闻 这,这里是我仙仪族行唐 传闻中,在我仙仪族最古老的仙族 来到这朱雀星时 曾在最后两层外 单独开辟出一层 命名为刑堂 若是有非我仙仪族之人进入 立刻便被视为灭杀 没想到 这,这居然是真的 在云雀子声音回荡的瞬间那 四周铁链之声再次响起 只见这十七层内 所有被铁链吊住的干尸 在这一刹那 全部睁开双眼 阵阵凶光透出 一声声滴吼中 这些尸骸身体上的铁链 立刻消散 使得他们顿时拥有了自由 一个个如凶猛野兽 吼叫中冲出 直奔云零与大头童子 他又雷击而去 云零眼中寒光闪烁 冷横中右手抬起 掐绝之下 口中低鹤 五风 此言一出 立刻一股黑风 在云零右手四周 漠然出现 刹那间便弥漫整个十七层 形成了一股滔天黑风 向着四周疯狂的卷去 那黑风呼啸中 却是由两头黑龙 幻化而出 带着怒吼的咆哮 大片的阴风吹出之际 以亡灵为中心 疯狂的向外横扫 那些冲击而来的尸骸 立刻纷纷止步 迅速后退 他们生前呢 虽说强悍 但此刻死后 显然是被一股奇异的力量 做操控 远远不如当年 但这些尸骸的数量 却是太多了 如此一来 仍然不可小看 黑风呼啸中啊 那些尸骸身体上 却是立刻有符纹闪烁 这些符纹同时亮起 刹那间 居然形成了一幕封印 这封印无形 但在那无数符纹的闪烁中 却是立刻压下 这种封印呢 王林并非第一次遇到 与瑶家族人一战时 便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此刻 立即便察觉 面色一变 王林身子立刻向前一迈 脚下波纹回荡 他整个人消失无眼 飞风呼啸 两头黑龙怒吼着 在四周横扫 卷动无数尸骸 使得这些尸骸 仿若处于狂风之中 束缚了身子 更是有几个尸骸 直接身体砰的一声 崩溃了 王林身影在其中一个尸骸旁 幻化而出 带着无情的目光 右手双指 蕴含了天地雷 指出之际 无尽的雷光从虚无中幻化 疯狂的凝聚其致 刹那间 王林双指点在了身前 一具尸骸头 那尸骸身子 剧烈的颤抖 眼中空洞 出现了片刻的清醒 带着一丝解脱 整个人砰的一声 崩溃 消散在了四周 但 在其消散的刹那 一股仙缘之力 从他体内散出 立刻顺着王林身体钻入 王林目光一鸣 观察之下 却是发现 这仙缘之气 并未对他造成任何伤害 而是在其体内 与清水仙君的仙斗 相融合 这一发现 让王林立刻惊喜 王林一直寻找不到 增加体内仙斗 仙缘之力的方法 仙缘每使用一次 都会消耗一些 这时间长了 一旦全部用完 这仙斗就会崩溃 另外最重要的 这仙缘是研究于感悟 幻语 以及洒斗成兵的关键 幻语仙术 倒还好一些 但洒斗成兵 若是没有足够的仙缘 根本就无法施展与琢磨 这也是王林为何 一直没有研究 这两个仙术的原因 此刻他目露金光 身子一晃 飞风弥漫四周之际 他低刻倒 哈山 云雀子前辈 手术忠心 外面的这些 我来处理 王林身子一趟 整个人融入虚无 出现时 又在了另外一个干尸身边 右手食指冰龙 眼中露出雷 直接一点而出 那干尸猛地转身 张口便是一团死气呼出 更有一道符纹闪烁 直奔王林而去 王林略一皱眉 转身退后 融入虚无之际 避开攻击 出现在另外一个干尸身后 双指默然点去 在那干尸回身的刹那 直接击中对方的身体 砰的一声啊 这干尸崩溃 大量的仙缘之气散出 直追王林的身体 融入其内 杀了一人 此刻 四周的大量干尸 却是立刻冲出 直奔王林而来 王林目露奇异之光 盯着眼前这些干尸 在他们的身上 王林可以感受到 阵阵浓郁的仙气 只是 这些人虽说生前强大 但此刻死后 却是行动呆滞 神通全无 如此一路 以王林窥孽初期的修为 杀他们 并不能 只是眼下王林考虑的 是如何获得最大的价值 杀这些干尸 取先缘之气 只是他的目的之一 王林心中还有一个更为大胆的想法 他心脏砰砰 加速跳动 身子后退肩脑 闪躲一个个干尸的攻击 脑中飞快的 把那激进疯狂的想法 再次沉吟一遍 片刻后 王林目露果断 眼中有奇异之猛闪烁 他获得了清水 有关换雨 以及洒豆成冰的传承 在内心深处 相比于换雨 他更为喜欢洒豆成冰 此数在传承中 他虽说并未深刻研究 但却有了一丝名义 这洒豆成冰啊 便是把自身所杀一切生灵 禁锢其魂魄 入不了轮回 使其啊 为己所用 这便是洒豆成冰的精髓 但这种神通 在刚刚修炼之时 却绝非那么简单 需要把自己一生所杀之人 在以仙缘开启 和虚幻轮回中 一一取出 如此 方可禁锢 另外更重要的 便是需要拥有自身的仙术 悬空 所谓仙术悬空啊 是先帝白凡自创的一世神通 此神通表现在先帝白凡身上 便是仿若一戒 被他称之为悬空兵戒 此戒可容纳天地藏魂 仿若轰炉炼化 最终成为洒豆成冰的根本之力 这是 此戒为白凡自创 外人若想学会 有些难度 以清水的资质 学本不难 但他却没有学 而是另开一路 自创杀戮界 他不需要一个存放魂魄之地 只需以自身的滔天杀戮 化地为牢 自此变成杀戮界 一切所杀之人 根本就逃不出他的掌控 清水的狂妄啊 使得他自创之术 便称之为仙术 化地为牢 这洒豆成冰之术 传承给王林 无论是悬空兵戒 还是化地为牢 都不是他所考虑 王林所想 自己的仙术 便是以自身生死轮回 黄泉道 自成轮回 眼下 死地的这些干尸 却是让王林内心一动 这些干尸 并非没有灵魂 他们的灵魂 是被融入原神内 在无数年内的禁锢中啊 与肉身融合 若是能把这些 全部纳入自身轮回 日后修炼 那洒豆成冰 将会立刻 便有大量的 和施展魂魄神通 王林掩路金光 身影从虚空踏出时 右手一指上空 低河道 轮回黄泉 刹那间呢 仿若有一股奇异之力 从天地涌现 直接冲入这里 在王林的上方 一条黄泉幻化 其内那无尽的怨气 几乎逃天 这黄泉环绕王林之身 随着王林身子而动 王林脚步一趟 双臂伸开 眼中露出雷 眉心之上 有一道漩涡旋转 片刻间呢 太古雷龙的元神 直接从其眉心冲出 仰天便是一声咆哮 行驶天地雷之泉 这一声咆哮啊 惊天动地 尽管此处是地下 仙仪族十七层 但此刻 随着这一声雷的咆哮 整个朱雀行 在这一瞬间 出现了难以想象的巨变 只见天空之上 漠然间出现了 大片的雷云 密密麻麻 闪电游走之下 全部轰然而落 直奔仙仪族 升坑而去 这些雷电太多 齐聚之下 整个仙仪族升坑处 尽是雷光 无边无境 仿若这升坑 成为了一个漏洞 使得其所有雷电 轰然宣泄 不仅是朱雀行 就连此星之外的星空 此刻也是巨变出现 大量的雷霆 从星空中缓缓 如同一条条雷龙 直奔朱雀行 朱雀行而去 在这朱雀行外 星空方圆数万里内 无尽的雷霆 齐齐直奔朱雀 这一幕 若是在远处看去 仿若朱雀行外 数万里 成为了雷池帝雾 无尽的雷电 引起大范围的 轰隆雷鸣 回荡星空 那无穷无尽的雷霆 凝聚之下 全部冲入 仙仪族深坑内 仿若朝拜 如同这天地间雷之鼻祖 在召唤子孙后代 使得四周雷霆 立刻毫不犹豫地冲出 整个朱雀行 在这一刻 一切生息 全部消散 被那轰隆隆的雷鸣所取代 天地之间 只有雷鸣 这一幕 就仿若末世 使得朱雀行上 所有修士 一个个面色大变 那种从内心深处 传出的震耳 使得他们立刻颤抖 如同蝼蚁 面对天威一般的战略 至于凡人 那更是一个个跪拜在地 不仅是朱雀星如此 此刻 在星空中 罗天修士 一个小队 数百修士及时 带头者 正是那六指修士 他行走间 却是立刻面色大变 直勾勾地盯着前方 以他的修为 可以隐约察觉到 在前方 天地雷厉之浓郁 几乎无法想象 头皮发麻之下 他脑中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当初在一线天内 许牧施展雷霆之力 把大头童子 做轰杀的一幕 莫非那许牧 在前面 罢了 还是换个方向 莫要与此人遇到 六指修士苦笑 立刻改变方向 绕道而行 这雷厉之力极浓 顺着深坑 轰隆隆之音 回荡天地间 直接从第一层穿透 层层轰击下 只是刹那 便漠然间 来临至亡林所在的 第十七层 几乎瞬间 整个仙仪族 第十七层 处处雷厉 雷厉之浓 达到了一种 不可思议的程度 这庞大的雷厉 在此地咆哮 四周立刻便有轰隆隆的巨响 连续不断的回荡 那些干尸啊 几乎每一个身上 都有无数雷霆笼罩 轰落之际 形成一股庞大的冲击 使得此地 都剧烈的颤抖起来 碰的一声 其中一个干尸 直接崩溃 仙缘之力飘出 直奔 亡林而来 更是在其崩溃的刹那 黄泉横走 仿若从其内抽出了魂魄 融入 黄泉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的长篇 玄幻修真小说 《鲜逆》 作者 尔登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